诶 丹姐 我是小蕾 哦 等一下啊 好嘞 来 儿子 来来 哎呀 我第一次进你房间了 咋第一睡觉 没有啊 坐这儿坐这儿 坐这儿坐这儿 没问题 别别别 我说咱上L宅去唠一唠去 你想跟我去L宅唠 对对对 咱俩呀 对啊 好呀 可以啊 行 那咱们就七点上了 好 一会儿见 我确实没想到小蕾找我 去L5 我们也从来没有 就是很深层的聊过天 哎 感恩生活 感恩相遇 吃吧 我们俩开吃 吃吧 我发现你好奇怪啊 你真的很早熟好像 我吗 啊 没有没有 二十岁我觉得应该还 很幼稚的笑话 可能因为你 你自己出来生活比较 对 我十四岁就离家 对对对 嗯 我听说练习生是非常苦的 是不是 身体上会累一点 但以我现在的 经历跟高度 再回去看五年前 就练习生那段日子的时候 就我会觉得 其实那会儿的我很幸福 是吧 因为那会儿的所有竞争 是在一个屋檐下 其实还是一个被保护的环境 对 都是小孩 对对对 但现在的我不是这样 现在的我是在一片天下 在竞争 在与各行各业的人竞争 在与 我听说你现在好火呀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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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好火 没有 我那工作人员那天还跟我讲了 我已经脱离了这个市场很多 就是 固有的标准了 其实我也想跟但姐去分享 我也有一些现阶段的困惑 是的 其实我会觉得 今天我 要对于我自己的优劣是先有自知 就像我的优势可能就是 我可以去塑造好一角色 我可以去怎么样 但是不仅限于我可以把所有工作都做好 你觉得你现在最大的优势是演戏 不是 那个唱票了 对对对 因为 我是 我是后来才知道我有 我有一定的恐慌症 对于人群 啊 对就只要超过20人以上的群体 如果说在我身边的话 我是会特别恐慌心率也加快 哦真的吗 对对对 所以短时间内我是回不了舞台这件事情 啊 对 说回来今天其实也最想跟丹姐探讨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性格里面 会有很多原则 但是呢 常常因为那些原则会碰壁 嗯嗯嗯 比如 你举一个例子 比如就像咱们上次换衣服那件事情 嗯嗯 大家都没事换衣服吗 要做这个事之前 你在昨天会上就提前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我们15个人之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就并不是我们跟导演组发生的故事情节 这是属于我们的 然后去呢就是跟大家说就下次这种事情得提前通知 然后我们就回去换衣服 嗯 就当时我们其实都是这样想 你们为什么不高兴就提前通知 通知不通知 你穿件衣服 换一下衣服 几分钟的事 就是我是不想分析别人怎么想 嗯对 我只说我所看到的是 就是咱们都有15个人的群 嗯 就提前通知她是 哦我是屋长我想干这件事情 我可以像王姐她dresscode的那个东西 她多早以前就发在群里了 就是你可以做到 但你说你做不到 那我我信不了 就是我我是因为那个点 我也觉得那我就不好意思 我接受不了 嗯 这个我我我就不能理解你 就我必须诚实的说啊 因为陈陈陈她 其实只是一个默默给大家做事的人 陈陈陈确实是害怕 在我的眼睛里 她非常弱她的气场 她之所以后来我们大家都同意换物长 是因为召集大家会议 她说我不召集 我召集不起来 这个是非常真实的 你知道她的确召集不起来 在我的眼睛里 你跟汉哥的气场 要比陈陈陈大很多 我说心里话啊 所以 你是要参加吗 我们俩现在正聊到最关键处 他们来捣乱了 最关键的是哪 最关键是什么呀 我们现在正聊瘦头那天 那个最最关键阶段 原则性阶段 然后聊那个 哇你也吃得多脏哦 他们来他们总是在关键时候捣乱 就咱俩那天 他们也是 好了 我觉得啊 没事没事 其实 啥事都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姐 但是这也就是我刚说的嘛 我常常因为我的一些原则碰壁 你认为那个是原则 但实际上 作为在一个集体里 最大的原则是什么 是所有的工作人员 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了 所有的机器全都买好了 然后就因为没有提前通知 你三分钟就把它穿上了 不不不 但就是我今天探讨的问题 而且他是一个很弱的人 他没气场 你说你能就因为 然后你的原则是 你因为没有提前通知 不我的原则是推卸责任 当下我的原则是 你的那个根本就不是原则 我认为啊 你继续下去还会碰壁 我说啊 我们啊这件事就过去 因为谁也不会在几天之内 就改变性格 对啊 而且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个性 都不是不好 不是 所以我探访的 你也不用改 因为我本来以为随着时间 它就过去了慢慢 因为大家人跟人的认识 它得需要时间 也得需要经事 经了事慢慢 大家就磨合了解 彼此是什么人 你说呢 有的时候你把它挑开了 捅破了 可能 好事 好事 就得过事 我一看来的全是你们两件 一看都不是我们那头的 我现在有一点孤单的感觉 没事 三姐都是你 都是你的人 都是我的人啊 对啊 你们走了 这不行了 过来一块喝一杯 汉汉不走 你坐这喝一杯 来 咱聊会吧 我想跟你聊会 不是 是啊 哇 汉哥也被拉进去了 啊 我们得去看电影了吧 不等 不等汉子了 杰哥已经说时间到了 请吴明来迎课吧 都吧 我们去迎课吧 各位村民们 各位村民们 观影节目要开始了 来了 请大家出来 我们下来了 不是 姐 就是我最一开始聊到这事 是因为我问你 我说我常常因为 你的原则 你的原则性问题碰壁 你 这样咱今天跟丹姐别聊 就是那个 其他人 咱们就聊 咱们跟丹姐 咱们之间的这种 情感递进 咱不扯 就因为过去的事就翻篇 对 所有的一切 我觉得如果 最开始就类似于我小赖啊 咱们住一号楼 那可能就是 你会更了解我们了就 对 对吧 因为丹姐是性格很热情的类型 就可能我们这边 小孩也有些 就不是一上来 就很会就说 哎 丹姐 我姐我特别做不到 就咱们现在熟了 我们可以构建搭配 我不知道可能 我觉得这也是 我性格的短板 我就是很慢热 然后可能一上来 就会让给别人 一种距离感 但其实我的内心 是非常 就是我们是非常热情 然后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大家最需要 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尊重彼此的性格 和彼此的表达 和每一个人 然后这个才能建立一个 就是更良善的一个 就是接下来 大家去沟通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我跟汉汉之间非常奇怪 其实在大家开会的时候 我看她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内向 但是她有一些棱角 但是你跟她私底下在一起的时候 你跟她聊天很舒服 就这一次回来 我觉得我对她有新的认识 我觉得我慢慢喜欢她 其实我这应该常去你们 我到现在 你别做了 丹姐 以后这样你中午饭 晚饭 你愿意来 来我们不吃吧 我们给你做 我都不忍心 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今天你来吃我的三明治 其实我多开心 其实我特别开心 特别想跟你们亲近 但是咱们日程也紧 然后工作也多 我就好累 你能理解我 明白 你跟丹姐 你俩一会儿聊一会儿早点 早点 在我屋里等你 走了 我们接着喝 我还没去过来 我正式向汉汉道个歉 为什么 在我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我 就咱们这老年人 我现在想如果翻回头 我在她的年纪 有人跟我说 宋丹丹你都演过什么 让我自己说我的作品 我可能也会很难受 但是我真觉得 我那不值得一体验 我说实话 是吗 对 我是想就真的是 未来能够有自己 真的是觉得能说的 说的说 对 就这也有意思 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还是伤人的 我非常抱歉 但是你能知道丹姐是无意的不 知道 绝对不是说 想要让汉汉尴尬 或者是想毫无任何 你懂的 对 来 真的啊 弟弟 丹姐你别让自己那么累 真的 是吧 丹姐就其实应该在这个节目里面 是让我们去照顾去宠爱的 我觉得您真的就从接下来 好 就千万别让自己那么累 好 好 好吗 嗯 我觉得啊 你们俩今天这样我太高兴了 是吧 我在旁边看着我都非常高兴 今天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 可能你们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 齐哥问我说 哎 你为什么每次吃早饭都在我们这吃 不去八号院吃 我说我告诉你为什么 我说我不好意思 让他们比我小 帮我做早餐 他们做了早饭 我坐那吃 我说我觉得我太不好意思 我应该做早餐给他们吃 那你得做呀 那你做 可以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可能都是为别人照相 肯定是越交流 越走近彼此了 其实丹姐什么都懂 也都什么能看懂 就像妈妈一样 真的就是多去照顾她 多跟她沟通 让她有一种幸福感 我其实是有得到一些 我可以实践的一些道理 我还有一个像丹丹姐一样 这样的人生智者 那我可以去倾诉 我可以有一个出口 可能幸福很简单 就是这个样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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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